第1861章杀石人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回来了 此时 洪亮等几名青年 心中皆生出了浓浓的恐惧 尤其是洪亮 他只是洪家普通的弟子 来到东南狱后 便找到了那种意气风发的自信之感 前一刻 他还在作威作福 细血地看着圣元学院众人吃惊的感觉 而这一刻 他却心生绝望 面对林霄 他根本连个天才二字都不沾边 屁都不算 林霄出现 等待他的 将会是死亡 根本没有任何逃走的机会 那个七品终极林控师 脸上也挂满了浓浓的京剧 作为中州之人 林霄知名 他自然听说过 爱与洪家的关系 又是前来这片区域 他方才赶来 可结果 来了这么远的地方 竟然还遇到林霄了 这一刻 他顿时有种后悔的感觉 你们洪家 倒是深入得很快 此时 林霄开口了 目光明是像洪杜 眼中闪烁出了冰冷的光芒 如果他再来得晚一些 圣元学院的人 恐怕就要遭殃了 林霄 你 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这里 洪杜恐惧地道 因为 你们洪家老祖 已经死在我手中 林霄说道 什么 洪杜身形一阵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他们洪家老祖 已经隐落在了林霄手中 怎么会这样 他们老祖 不是已经达到了九重五圣境界了吗 怎么还隐落在了林霄手中 一年前他们出来的时候 林霄顾也只是九重五圣的战力吗 洪家其他人 还有那名七品中级林控师 顿时都惊呆了 他们洪家老祖都隐落了 那岂不是说 他们洪家 已经完了 那他们来这里 又有什么意思 这一刻 洪家一群人 脸色都一阵发白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告诉我 你们洪家的人 还有所有前来的 队伍都到了什么位置 林霄冷漠地对着那洪杜问道 我洪杜一颤 咬了咬牙 道反正都要死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然而 话音一落 所有人只见洪杜身体一阵 整个人便跪了下去 砰 的一声 洪杜便重重跪在了林霄面前 什么 见得眼前一幕 圣元学院上下 包括副院长在内 所有人都彻底惊呆了 那个一重武圣强者 竟然跪在了林霄的面前 这是为何 难道 林霄的战力 已经强大到了另一重武圣都畏惧的地步了吗 这怎么可能 洪家几人 脸色越发惨白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那是林霄施展了控神 我们的队伍 主要分成四个大队伍 进入东南域 在众人的震惊中 洪杜对着林霄说道 天机圣地一重武圣马长老 和赢家家主 各带一大队伍 前去了刚进入东南域时 靠中间的区域 而我 和太上长老 带队伍两边深入 不过 最终都找到了这片混乱之地 我们已经查探到了与你相关的区域 由我前来圣元学院 而太上长老 已经带着一匹人马 前去了蓝蓝帝国 诗 此时 一股冰冷的气息 顿时从林霄身上弥漫了出来 恐怖的杀意 顿时充斥在了洪家一群人身上 与此同时 那向外弥漫而去的杀意 令得圣元学院众人 仿佛一下子就陷入了冰窖一般 整个身体顿时都发寒了起来 每人都有种药窒息的感觉 林霄 他们快受不了你的气息了 这时 圣元学院院长连忙提醒到 林霄这才将杀意收敛了起来 此时 圣元学院众人有种后怕的感觉 这只是泄露出来的一缕杀意啊 还不是针对他们的 就险些要让他们毙命 这林霄到底有多强 他们什么时候去的 林霄连忙对着洪渡问道 两日前就出发 我们因为一些事情 耽搁了一段时间 才找来的圣元学院 洪渡回答道 咔嚓 话音一落 洪渡的脑袋突然被扭断 鲜血从其断薄处喷涌而出 这一刻 圣元学院众人傻眼了 前一刻还好好的 结果下一刻 那一重五圣的脖子便被扭断了 林霓 是林霓扭断了她的脖子 圣元学院众人心中皆想到了这个可能 之前宁死不屈的洪渡突然跪下 现在脖子又被无形力量扭断 除了林控师 没有别的可能 只是 有些没敢往林霄身上想 能够控制一名一重五圣 还能够将其脖子扭断 这得需要多强大的灵力 那至少 也得八品初级林控师才行啊 八品初级林控师 一个二十五六年级的青年 怎么可能做到 这让他们想都不敢想 可是 这些人中 除了院长 其余人 都是青年 院长是三重五圣 这种修为 不可能是林控师 而且院长出现的时候 几人也没有畏惧 很显然可以排除院长 而在场的几人 也只有林霄有缘 林双修之名 洪家一群人也畏惧林霄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林霄 就是那名八品林控师 只不过 这太让他们难以相信罢了 一个未满三十就达到了八品初级林控师境界 这简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扑 而此时 在那一重五圣脖子断后 那血液 并没有喷洒向地面 而是向着林霄旁边的那名红群女子会流而去 冲到了其身上 然后 被吞噬了个干钱净净 这让得一群人一阵抽搐 连血液都不放过 该不会是 那八品初级林控师 不是林霄 而是那名红群女子吧 不过 那红群女子 年纪也跟林霄差不多吧 就是那名红群女子 这个年纪达到八品初级林立境界 这也还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而此时 见得红杜被扭断脖子 洪家几人 以及那名林控师 都纷纷惊惧了起来 这死法 也太可怕了一些 如烟 动手吧 林霄队着火如烟 但末地开口道 扑 扑 扑 这时 洪家其余人 乃至那名七品 终极林控师 身上皆有鲜血冲出 全部涌向了火如烟的身体 九人毕命当场 变成了一具具干尸 圣元学院一群人在京 动都没有动手 九人的血液就喷射出来 这杀人方法也太可怕了 这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历 此时 林霄这才转过身来 看向了圣元学院的众人 目光在一群人身上扫了扫 道 副院长 楼主 门主 各位长老 你们都还好吧 第1862章回蓝蓝帝国 我们都很好 副院长满是激动地道 林霄 古轩元 马毕 你 你们都回来了 还好副院长还记得我 这一趟我们没有白回来 马毕笑了笑 然后看到后方坐在地面上疗伤的王龙 不由惊一道 疑 王龙 你咋样伤成这样 被他们打伤的 不碍事 王龙一阵尴尬地道 这才六七年过去 他连洪亮都远远不是对手 而现在 那五胜都不是林霄几人的对手 他们的差距 怎么一下子就拉得这么大了 副院长 各位长老 古轩元也上前对着一群人打招呼 林虎也向着一群人打了招呼 曾经他也来过圣元学院相助 副院长几人 也是认识 只是火如烟 一群人道也不认识 林霄也给一群人简单的介绍了一番 门主 这时 有数十上百名圣元学院学员开始对着行单膝跪拜之礼 齐齐喊了起来 其中 还包括两个像王龙一样重创的一男一女 他们都是天文的新成员 王龙解释到 林霄点了点头 这些学员的修为 都比当初的他们高 果然是一代比一代强 各位 都起来吧 我当初在圣元学院 也不过五王五尊境界而已 只要你们努力 将来 这片天地 定会有你们一席之地 林霄对着一群人说了一声 怎么说他也是天门的门主 必须鼓励这些青年弟子 今日 他们受到的冲击也够大了 听了林霄的话 一群人纷纷振奋了起来 副院长 阁主 楼主 魏长老 各位 很抱歉 不能够久留 我们需要快速回蓝蓝帝国一趟 林霄说着 将一把丹药取了出来 装入到了一枚储物界当中 然后 控飞到了副院长的近前 副院长 这些丹药 就留给圣元学院上下吧 林霄说到 在离开林池岛之前 他还找西门浩月跟林池岛上下要了不少丹药 当然 这些丹药 是林池岛内 品级最低的丹药 数量庞大 他为的 就是返回东南域之时 交给他们身边的亲人师友 对于他们来说 那些丹药品级很低 但对于这些人来说 那已经极高品级的丹药 拿出一枚 恐怕都会抢得头破血流 与此同时 林霄也将那 洪家十人的储物界 空飞向了副院长 做完 林霄又看向了圣元学院院长 道 院长 以后 圣元学院 就交回到你手中了 放心 如果有人想动他们 就先踏过我的尸体 圣元学院院长道 点了点头 林霄便是对着一群人拱手道 副院长 各位 告辞了 说吧 林霄便是席卷着麻痹几人 向着虚空暴力而去 孔家太上长老等人去了两日时间 恐怕对方已经到了蓝蓝帝国了 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 如若不然 他也很想与副院长等叙叙旧 望着那几人顺一般消失的位置 圣元学院一群人心中感叹万千 人 生当如此 如此年纪 已经踏向了五道巅峰 圣元学院的女弟子 尤其是天门的女弟子 罗亚等人 更是如痴如醉 那 可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绝世天才啊 只不过 他们所有人都清楚 那种绝世天才 他们只能仰望 院长 这林霄几人的修为 都到了什么境界 这时 副院长忍不住对院长询问道 所有人都一阵好奇 他的修为 查探到圣元学院上下所有人的修为 院长都不知道要怎么说 这天上地下班的差距 实在太难以开口了 也不知道 这对圣元学院那些弟子意味着什么 虽然 不少人对林霄的修为已经有所猜测 林霄的元力修为 达到了四重五圣境界 林力 达到了八品终极境界 院长说道 这还只是修为 若说出战力 恐怕这些人都会惊傻了 而哪怕是如此 圣元学院上下 还是惊傻了 四重五圣 光是元力修为 都比三重五圣境界的院长要高 八品终极林控师 相当于六重五圣 论手段 比六重五圣还要恐怖 还更加难以修炼 林霄的灵力 竟然达到了八品终极 这让得一群人想都想不过来 马臂 达到了三重五圣 还拥有五重五圣级别战力的阵盛 那姑娘名为火如烟 是血魔体 修为达到了六重五圣 那灵虎 实际圣修为 古轩人的修为最低 在六重五皇境界 圣元学院院长把几人的情况说完 这让得一群人已经惊呆了 久久都回不过神来 一个个五圣境界 还有六重五圣的 哪怕是那个灵虎 也是近圣 哪怕修为最低的古轩元 也六重五皇境界 这也并不比他们大多少年纪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想想自己 再想想这些人 一群人顿时都有肿气羞的冲动 这差距还修炼各毛啊 中洲大陆 有着巨大的资源 能够达到这个修为 也很正常 不用泄气 他们当初 也如同你们现在一样 甚至还不如现在的你们 日后 你们也可以去中洲大陆历练 那里 有着更精彩的世界 圣元学院院长说道 这话 才让得一群人心里舒服了一些 接下来 便是圣元学院与副院长等人交流 将丹药发放的事情 一查探到那些丹药 副院长都惊呆了 而后给圣元学院长老弟子分配 一群长老弟子也个个震惊 然后个个都激动了起来 拿了丹药 个个都快速返回自己的地方 开始炼化冲击境界 当然 副院长是做好了规划的 没有一下子把所有丹药拿出来 他准备分批分配 毕竟 那些丹药 太过恐怖 太过庞大了 蓝蓝帝国境内 犹如一团闪电一般 林霄几人的身影 在虚空中快速 以林霄如今的速度 恐怕也要不了一日的时间 就能够到达蓝蓝帝国 不过 林霄还不满足于这个速度 而是将虚天凤义取出 打入大量的丹药 乃至加上林霄的原灵力注入催动 仅是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便是直接到达了蓝蓝帝国的皇城附近 当然 以他们的速度 也根本没人能够看得清 在皇城附近收起虚天凤义后 林霄便是席卷着几人 直接冲到了皇城边缘 那一片山脉上 那里是他父亲 他林家人所在的地方 天玄宗 林霄直接冲入到天玄宗祖墓附近 不过此时 林霄已是建的 天玄宗祖墓附近 已然建起了一座房楼 屋设俨然 足有数百间房屋 这哪里还像是个墓地 而像是一处院落 而那院落前方的门房上 挂着龙飞凤舞的林家二字门匾 第1863章双喜灵门上 林家 把家族院落 带在这里了吗 林霄微微差异道 他们林家 已经进入到了天玄宗内的一片小玄域空间 不过毕竟要与外界接触 想来 这里是林家与外界接触 建立的一个转接点 你是什么人 就在这时 林家院落里内 有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有一道中年人的身影 快速从里面冲了出来 这中年人 身穿一副雇佣兵的打扮 林霄也没见过此人 然而 见得林霄几人 那中年人却仿佛见到鬼了一般 双目瞪得大大的 然后吃惊无比地道 你 你是林霄 你认得我 林霄惊讶 此人 他并没有任何印象 我 我是铁帮的人 一直跟着琳琅铁帮主 当年我见过你 林霄少爷 你回来了 那中年人说到 原来如此 林霄点了点头 这才明白 原来是他大伯的手下 不过 他大伯手下那么多 哪怕他见过了 也不一定记得 而他 这么出名 对方见了 肯定印象深刻 我父亲 我大伯怎么样了 林霄连忙担心地问道 他们过得很好 不过 林霄少爷 皇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知道吗 那中年人反问道 林霄眉头一跳 连忙问道 什么事 见得林霄紧张的模样 那中年人笑了笑 道 那林霄少爷是刚回来的了 不是坏事 是喜事 今天是林家新组长林清伦 和新皇帝孟英成婚的日子 我们铁邦 林家 还有天玄宗上下 都去了皇城了 林清伦和孟英成婚 林霄顿时都惊呆了 林清伦和孟英 走到了一起了 而且 还是今日成婚 这让得他十分诧异 不过想想 这也太正常 孟英是皇室七年一辈中的第一人 如今还成为了皇帝 而他们林家 不出意外 应该是除皇室外 蓝蓝帝国第一家族 在林家 他这个外出的不算 林清伦是七年一辈第一人 还信任了组长 两人走到一起 那就正常不过了 而今日两人成婚 那便说明 林家和蓝蓝帝国各大势力 还没出事 宏家太上长老几人 可能还没有到蓝蓝帝国 此时 林霄不由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还好 宏家的人没有来得那么快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既然是堂哥成婚 那正好 我们可以去喝喝洗酒了 林霄喜笑颜开了起来 火如烟几人也纷纷松了一口气 脸上揭露出了笑意 如果林组长和帮主见的林霄少爷 必然会一阵惊喜 这恐怕是他们最大的贺礼了 那中年人说道 对了 除了两人成婚之外 今日成婚的 还有一对 还有一对 林霄微微惊讶 今天这喜事 还是双喜临门 萱萱姑娘 和林控师联盟盟主继承人夜宇 中年人道 林霄再度吃惊 萱萱和夜宇也要成婚了 不过 萱萱曾经就仰慕夜宇 两人成婚 倒也是理所当然 现在 应该是最热闹之时 那中年人提醒道 林霄点点头 然后将十数据战斗骷髅取了出来 其中 便有一具七重五胜战力的战斗骷髅 这是 那中年人眉头一跳 不用担心 这是我留下来庇护这里的手段 如果有人攻击这里 他们会出手 林霄说道 此地距离皇城也不远 他很快就能够回来 只是 万一有人直接就出手 恐怕他也来不及 留着战斗骷髅 是安全起见 七重五胜战力的战斗骷髅 想来那宏家太上长老来了 也应该不是对手 说完 林霄对着那铁帮雇佣兵中年人拱了拱手 然后与火如烟四人 朝着皇城飞掠而去 然而 还未飞临皇城外围 林霄便是突然生出了一股危险的感觉 林霄连忙伸手 将四人阻拦下来 怎么回事 见得林霄神情 火如烟醋没到 我刚才突然生出一种危险的感觉 林霄也估摸不定地道 怎么可能 除了半步五地 谁还能够让你生出那种感觉 火如烟痴惊道 可能 是我感应错了 林霄自己也有些不清楚 毕竟并非是真正的感应 只是一种莫名的感觉 那感应 一闪而逝 太快了 自己都不确定 以防万一 都将面具戴上吧 洪家的人来了 也好一网打尽 林霄说着 把储物界中的人 皮面具取了出来 交给了四人 四人点了点头 将面具都戴上 如果他们一下子就露面了 洪家老族等人来了 恐怕都会吓跑了 而且 还有可能会有林霄所说的危险 若真有情况 他们不率先暴露 显然更好一些 戴好面具后 林霄席卷着火如冤己人 便是以极快的速度 收敛着气息 直接从侧边方向 滤入到了城池内一处位置 以林霄的速度 根本就没人看得清 便是出现在了前往皇宫外的大街道 此时 整个大街 热闹非凡 整个皇城 也是挤满了人 这林霄几人视线之中的皇宫 更是人群挨挨挤挤 还成了一条长龙 在前方一批侍卫检查请帖之后 方才能够进入其中 我们走进去的话 恐怕没请帖啊 马币不由说到 林霄凌厉一栋 附近挤着的人群中 有五张请帖 便是从周围人群手中 飞掠到了他手中 然后 一人一张发给了马币几人 林控师 真是方便 马币都不惊叹道 以林霄的灵力 随便偷点请帖 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当然 林霄也是看着对方群为偷的 他偷的这些人 群为都极低 想来也不是什么关键人物 没多久的时间 林霄便是走到了一群宗门侍卫之前 这群侍卫 都有好几名武王留守 还有四品林控师 背后 还有五尊案盯着 这守卫 果然森严 在林霄五人拿出请帖之后 一群人看了一番 反正也不认识 便是让林霄五人进入其中了 没多久的时间 林霄五人 便是来到了皇宫大殿前 宽阔无比的广场上 这里 已经摆着一排排的桌宴 数都数不清 每一桌上 都摆满各种美酒美食 还有宫女 井然有序的不断将美食送到各个桌椅上 这地黄昏宴 不可谓不奢华 林霄的目光 扫向了最为前方 最豪华的正习位置 那里 站着两对新人男女 一名男子 三十四五年纪 横眉黑幕 双眸深邃 看起来有些凶狠 略微有黑而刚毅的面庞中正端庄 带着中年人的睿智和成熟 整个人尽显英俊威武 那名男子 正是林霄的堂哥 林清伦 第1864章双喜临门 下 堂哥 都这么成熟了 林霄心中感叹道 心底也为他堂哥高兴 而林清伦的身侧 则是一个红色华丽龙袍嫁衣的女子 那上面 都不知道有着多少贵重装饰 其头上挽着公主并端庄的五官无比的精致 可谓是一副国色天香 前突后翘的身材隐隐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魅力 此时她脸上虽然挂着了笑容 一笑倾城 但无形中又透发着一抹不可侵犯的高贵威严 那女子 正是林清伦的新娘 蓝蓝帝国女皇帝 孟英 而在林清伦的另一侧 则是一个三十多年纪 却显得精神奕奕 玉树临风 俊美潇洒的男子 那男子 正是叶宇 还有一个二十三四年纪 红唇背齿 双眸清亮 小小的精致圆脸 显得亮丽可爱的女孩 那便是叶宇的新娘 萱萱 此人都在谈笑着迎接客人 当然 那些都是贵客 还有亲人 在那些亲人和贵客中 林霄看到了她的父亲 林湛天 此时 她的父亲 也是穿着一身的喜庆红袍 脸上充满了欣喜的笑意 旁边 还有她的大伯 她大伯更是笑得和不拢嘴 也在向各个贵客招呼行礼 父亲 大伯 好久没见到你们了 林霄心中感慨万千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这一眨眼 便是过去了六七年时间 一眨眼 林清伦都已经要成家了 大家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 林霄在扫过那些人时 她也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他们林家的族人 天玄宗宗主 易玄丰 蓝蓝帝国那个风华绝代的林控师 叶风华 一副老太隆忠 脸上堆满皱纹 笑得眼睛都快没了梦喜太后 周家家主 周末日 还有周家大少爷 周雄 林控师联盟恶症红毛 司徒光 文人梁 庞魄 还有乌纱 此时的乌纱 身穿一袭喜庆的淡色红裙 仙姿丰满阿诺 绝美帝容颜透露着一分天成的妩媚 俨然是一名充满诱惑的大美女 而其抖擞的精神又多添了一分仙气 我怎么突然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坐在尊贵桌椅上的乌纱 此时心中生出了一种被人盯视般的莫名之感 她目光在周围看了看 不过 却没有看到她想要看到的身影 如果 我也能够与她站在这婚宴上 乌纱心中遐想着感叹了一声 又暗暗摇了摇头道 不过 已经不可能了 我和她 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乌纱心中叹息道 其实 她也没有过多要求 也没有奢求能够和林霄在一起 只希望 能够看看她就好 六七年了 林霄这边 自然不知道乌纱的想法 而在林霄目光四处扫尸的同时 也被宫女带着安排到了角落里的一个桌上 这婚宴 还真够奢侈啊 马毕可没管那么多 一坐到椅子上 感叹了一声 拿起桌上的水果便开始吃了起来 这可是皇帝婚宴 关乎国之颜面 关乎百姓信心 自然要办得像样一些 而且 女人妈 一辈子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谁不想飘飘亮亮地嫁人 林霄不由笑道 林想道 您也懂这些了 旁边的火如烟道 额 林霄不知如何答应 嘿嘿 旁边的林虎笑了笑 林霄 或许 您也可以考虑成婚 生几个娃了 林霄 没有在搭理几人 林霄的目光 继续扫向了纳政席位置那些人群 林霄还发现 在孟圣的旁边 还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烽火 对于烽火 此时林霄却不由自主地生出了一丝愧疚 风家 已经被他给灭了 而如今 烽火 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 不过看样子 似乎是与孟圣走到了一起 嫁入皇室 成为皇室的人 从此不再有风家 或许 是他最好的归宿了吧 林霄内心感叹道 同时 他也想起了蜂幽语 对于蜂幽语 同样也有愧疚 当然 他也多希望 他和蜂幽语 也能够走到婚宴的礼堂上 不过 似乎没有那个可能了 而且 他心中 还有胡悦那个丫头 至于成婚 他无从选择 当然 他心中有愧疚的 还有一个人 陈青儿 关于陈青儿 他一辈子 都无法再弥补了 至于现在身边的火如烟 林霄倒是没有多想 不过 火如烟却不那么响 莫语帝国皇帝 云丰帝道 这时 思义那朗朗的声音响了起来 紧接着 一大队匹人马 在侍女的带领 缓缓地走了进来 这匹人马 带的一大堆礼物 被一群人带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 而大匹人马的脸上 都挂着笑容 云丰帝 见得那群人中 一个身穿黄袍的中年人 林霄一阵诧异 这云丰 正是他参加 蓝蓝帝国 林控师大笔时 冒出来的 墨与帝国林控师 除了他之外 横扫了 蓝蓝帝国 其他林控师 最终 在他铲除 封家之时 云丰和其师傅追封 都有出手相助 而在铲除封家 灭掉 墨与帝国和 东阳帝国之后 蓝蓝帝国 五方势力 云丰 追封 还有黑暗轮回门 门主葛目几人 都做好了计划 打算拿下 墨与帝国之后 要立林清伦为 墨与帝国皇帝 而如今 这墨与帝国 却成了云丰的 是当时改变了主意了吗 林兄 殷皇 恭喜恭喜啊 云丰与一群人向前 满脸笑 异地说道 哈哈 我的好徒弟 终于成家了 什么时候 给我生个徒孙啊 葛目爽朗大笑道 这让德孟英脸色都微微一红 然后跟林清伦等几人 连忙上前迎接 葛目 云丰 追封等人 在林清伦几人的迎接下 进入到了最为尊贵的那片座椅当中 与孟喜太后 一旋风等人交流了起来 这蓝蓝帝国皇帝 以前就是云丰吗 这时 林肖向着旁边一桌的一个青年问道 那青年被林肖的话问得吓了一跳 他也是不小家族势力的公子 但在这里 只能坐在最外围的位置 讲到跟他说话的青年 可能是一个不弱于他家势力的公子哥 他还是回答道 兄弟 这都不知道 看来 你是出去不少时间了吧 出了几年时间 刚刚赶回来 林肖点头道 第1865章中中洪家道 难怪 那青年说道 自从当年那个风云人物 林肖铲除了风家和两大帝国高层后 蓝蓝帝国皇室 林家 周家 天选宗和林控师联盟五方势力结盟 控制着两大帝国 结盟为永恒联盟 之后 一直由林组长当末与帝国皇帝 不过 为了回蓝蓝帝国成婚 林组长已经让位 自己回林家当组长了 但 这林组长的身份 可不比那末与帝国皇帝差 而且 他还是整个永恒联盟第一天才 除了孟喜太后外的第二个武军 他的战力 更是整个永恒联盟 当之无愧的第一 哪怕他不但皇帝 这末与帝国 还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且 听说孟喜太后 可能要把永恒联盟盟主之位 让位于林组长了 到时候 整个永恒联盟 都将由林组长做主 这青年低声向林霄介绍的同时 双目中充满了崇拜之感 可想 这林青伦 如今在兰兰帝国 有多大 讲来 应该是无数人崇拜的人物了 武军 不过 林霄心中也不禁感叹 如果林青伦也去中州的话 或许就不止这么点羞慰了 但如果去了中州 林青伦就不可能与孟英走到一起 这 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没有好与坏 没有对与错 东阳帝国皇帝 朱黎皇帝道 这时 又有一道声音响起 又一批大量的人马走路其中 这名为朱黎的皇帝 林霄倒是没见过 想来是个方势力扶持出来的一个人物 东阳帝国的人马 林霄也没见过 林青伦和孟英涅雨等人 同样也是热情迎接 拜得东阳帝国的人群落座之后 思议又一阵朗朗的声音响了起来 中州 洪家道 此话一出 让得在场的众人 都变得纷纷错愣了下来 中州洪家 这什么势力 他们根本从来没听说过 林湛天林青伦等人没头皆是一蹴 因为在场的 也只能少数人知晓 中州 那是极为遥远的地方 林逍遥所去的地方 就是中州 这么遥远的地方 竟然还有人前来 而林湛天则更为吃惊 脸色瞬间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中州八大家族 有一个正是洪家 不知道这个中州洪家 是不是那个大家族洪家 什么人 见得林青伦脸色变了下来 旁边的孟英历史传音问道 他与林青伦 已经变得很默契 林青伦的一举一动 都能够猜测得出来 中州是林霄去的地方 距离蓝蓝帝国很遥远 可能来者不善 小心一些 林青伦传音回应道 终于来了 而坐在外围角落里的林霄 轻轻说道 麻痹几人也精神了起来 他们之所以不露面 等的 就是洪家的人马 而此时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有时数位人群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我查探不到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修为 林青伦对着孟英传音道 孟英眉头一皱 然后露出了一脸的笑意 上前迎接道 中卫远从中州大驾光临 阴谋可真是荣幸 你们也知道中州 这时 十数人中 一名老者一边带着一群大步向前走着 一边说道 洪家太上长老 林占天脸色历时就沉了下来 觉醒了林天书的记忆后 他自然知道此人的来历 青伦 孟英 此人绝不可利敌 林占天连忙向林青伦和孟英传音道 听得林占天的话 林青伦和孟英眉头历时就皱了起来 能够让林书说得这么绝对的 那实力 定然远在他们之上 略有耳闻 几位贵客远道而来 阴谋不知 有失远迎 还望各位海涵 孟英连忙对着一群人行礼道 此时 在场的很多人不解 不过 孟英皇帝都这么说了 他们自然不敢开口 要海涵也可以 只需要两位新娘子 今晚陪陪我们就可以了 这时 洪家一名青年开口道 此话一出 整个皇宫内数万人的场面 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神色顿时都沉了下来 在他们孟英皇帝大婚之时 竟然有人开口 要他们的皇帝 何萱萱 今晚陪他们 这简直就是对在场所有人的羞辱 对兰兰帝国的羞辱 对整个永恒联盟的羞辱 林青伦和月宇的脸色 顿时间就阴沉了下来 不过 两人如今都很成熟 哪怕心中在愤怒 也没有开口 孟英脸上勉强挤出了一抹笑容 道 这位公子 真会说笑 我可没有说笑 那洪家青年毫不客气地道 林萧对洪家做的事 怎么做都无法弥补 我们无论对他的亲人朋友做什么 都不过分 说到这 寒怒的洪家青年冷笑了起来 呵呵 如果林萧知道 在他堂哥成婚之日 其妻子被人凌辱 不知道是做何感想 这洪家青年的话 可谓赤裸裸 当张数万人的面 当着三大帝国众人的面 当然 这也是洪家太上长老允许的 如果是在洪家没有出事之前 洪家太上长老 也绝不可能让洪家青年一辈做出丢洪家颜面的事情 但 林萧对他们所作所为 让他们洪家已是受尽了耻辱 还一直处在林萧面门的威胁之中 因此 他也恨不得用尽手段 折磨林萧 林萧 听得那青年的话 一群人纷纷震惊 洪家前来 是因为林萧的关系 随后 他们又生出了怒火 洪家斗不过林萧 却来来兰兰帝国找林萧的亲人朋友 而此时 正习未知那些高层 神色都纷纷阴冷了下来 有人更是坐不住 站了起来 想要动手 大婚之日 羞辱我帝国皇帝 你当我兰兰帝国无人不成 这时 孟喜太后也安安而起 其身上 已经是有冷意的杀意弥漫了出来 林青伦双手拳头也紧紧握了起来 想要抢走孟英和萱萱 哪怕今天他死在这里 也绝不可能让对方做到 而此时 在场的无数人 也都纷纷散发出了气息 笼罩向了洪家时数人 很显然 在场的所有人 已是同仇敌忾 守护皇宫的将军 也是蓄势待发 随时准备发布命令 进行攻击 怎么 莫非 你们还以为 能够对付我们不成 说着 那洪家青年身上 那六众武皇的气息顿时散发了出来 强大的武皇威压 笼罩当场 第1866章 谁给你们的胆子 什么 武皇 他是一名武皇境界的强者 感受到那股威压 三大帝国的高层心头纷纷一阵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名青年竟然是一名武皇强者 而且还是六众武皇境界的强者 他们三大帝国 最强的 也不过是三重武军境界的林青伦 这已经是史无前例了 而对方 年纪比林青伦还要小 竟然已是一名武皇境界 这怎么可能 所有人顿时都惊呆了 武皇 没见过吧 那名六众武皇青年脸上露出了 严余的神色 道 不过有一件事情你们恐怕不知道 武皇 只不过我们这对人马的 领头力量而已 武圣 才是我们最顶级的力量 你们认为 你们这里的人 有人能够与我们抗衡吗 青年话音一落 洪家太上长老身上 隐隐有一缕气息散发了出来 那恐怖的气息 哪怕只是一缕 只是一瞬间 还是压制着散发出来的 在场所有人仍旧有种要窒息的感觉 若不是一闪而是 都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要窒息当场 什么 武圣 这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下 在场的众人瞠目结舌 内心震颤 那一缕气息 他们也感受到了 恐怖无边 哪怕是梦喜太后 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那股气息 比之那六众五皇气息还远远要强大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武圣境界 这洪家的人当中 竟有武圣境界的强者 这种强者 不是指在古籍中记载的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下 他们所有人顿时都生出了种绝望的感觉 武圣 如果要动手的话 一个念头 一缕威压 就足以将他们击杀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实力 此时 林青伦 孟英 叶玉 萱萱等人 脸上一阵发白 对了 我们还有一位七品高级灵控师 哪怕你们想死 也死不了 那明青年又戏谑地道 红家其他人 也满是戏谑的看着一群人 什么 孟英等人 身体皆狠狠一颤 实在无法想象 被七品高级灵控师控制 连死都无法死的感觉 够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在婚宴边缘的一个角落里 一道愤怒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声音一出 所有人都一阵错愣 就连红家十数人都错愣了下来 这个时候 竟然还有人敢呵斥他们 这一刹那 都将目光 朝着那边缘看了过去 此时 所有人都只见 有五人从那个角落里站了起来 林霄旁边那桌 先前被林霄问话的青年愣住了 完全想象不到 这个问他话的青年 竟然会在这个时候站起来 要知道 那些红家的人 可是有五胜强者的啊 这个时候站起来呵斥对方 不是找死吗 蓝蓝帝国其他人也皆一阵惊讶 你们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这么跟我们说话 那红家的青年怒喝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林霄五人 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面具扯了下来 五人的面孔 顿时露在了所有人的视线当中 什么 那说话的红家青年见的林霄的面孔 双脚一抖 差点就摔倒在地 林霄 你你你 你怎么可能出现在这这里 红家太上长老顿时都蒙了 有些快反应不过来 红家上下 还有那名七品高级林控师 顿时都惊慌了起来 林霄 这时 林战天 林清伦 孟英 乌莎等人 都惊愣无比 在场的众人 也惊得瞠目结舌 曾经那个风云人物林霄 他回来了 我算什么东西 林霄身形一闪 仿佛顺移一般 顿时便掠到了林清伦几人生前 让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没看到 直到林霄下一句 想了起来 他们方才知道林霄一动了 想要凌辱我嫂子 残害我的亲人 林霄怒声大喝了起来 谁给你们的胆子 砰 那红家青年 直接被林霄这一喝 吓得跪倒在了地上 红家还有不少青年 也都腿软跪到了地上 这一刻 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监视林霄的速度 直接就是瞬移 他们完全无法看到 而后 是那喝声 一喝之下 那六众五皇青年 就吓得直接跪倒在地 林霄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林霄 红家太上长老打了个机灵 正要飞掠而出 准备去挟持人质 不过 林霄起会给他机会 临时一动 红家太上长老身体一震 整个人便是跪倒在地 这让得在场的众人又一阵震惊 连五圣都给林霄跪下了 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吧 尤其是林战天 因为只有他知道 那红家太上长老的实力有多强大 五重五圣 足足有五重五圣的修为 竟然也给林霄跪下了 而林战天不知道的是 如今的红家太上长老 已经突破了一重五圣修为 达到了六重五圣境界 六重五圣 仍旧只有跪在林霄面前的份 而此时火如烟 麻痹两人 在众人面前 也如同瞬移一般 瞬间便是飞掠到了 红家一群人外围 以防这些人袭击其他人 虽然他们也知晓 有林霄在那里 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林虎 古轩人飞掠向了一群人的外围 两人速度虽然慢了一些 但在众人的眼中 也是极快 刺人 加上林霄 便是把红家一群人围在了中间 砰砰砰 这时 红家一群人和那名七品高级林控师的身体 纷纷翻倒在地 一个个身上雪花蹦见了出来 很显然 这些人是被林霄以林力控制的 这些人的气息 顿时萎靡了下来 此时 林霄转而看向了林青伦和叶鱼两对新人 道 唐哥 叶兄 两位嫂子 这些人怎么处置 交给你们了 刺人纷纷一阵 顿时觉得有些像是在做梦一般 前一刻 他们陷入了绝望之中 而这一刻 便由他们掌控这些人的生死 微微顿了顿 林青伦毫不含糊 双目露出了很力的光芒 然后猛地走向先前那名羞辱他们的青年近前 你 你想干什么 那洪家青年顿时惊慌了起来 他遭了重创 但没有昏迷 还完全处于清醒状态 见得林青伦很力的目光 这洪家青年都恐惧了起来 第1867章虐杀洪家人马 砰 这时 林青伦把爬在地面上的洪家青年踹起 让其背面砸躺在了地面上 然后 一脚重重地踩在了其命根上 噗 瞬间 啊 杀猪般的惨叫声音响了起来 洪家青年痛得是撕心裂肺 这一刻 没有人同情那名青年 反而心情一阵舒畅 羞辱皇帝 羞辱他们三大帝国最杰出的青年 那青年最有应得 见得那洪家青年的惨状 洪家其他青年双腿纷纷一紧 面露恐惧之色 而在那青年痛苦之中 林青伦将一把匕首拿出来 然后又将一瓶黑色液体从储物界中取了出来 将玉瓶瓶盖打开 林青伦将匕首插入到了那玉瓶当中 再取出来 匕首上已经变成了黑色 这是万已是心毒 敢羞辱我们 想要对我妻子动手 我让你不得好死 大喊一声 林青伦一个匕首扎在了那洪家青年的大腿上 啊 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声响了起来 那匕首插入以后 伤口没有流血 而是化成了黑色 扑扑扑 林青伦的匕首又一刀刀插入到了对方的大腿小腿 还有两只手 以及其不致命的身上 足足插了数十刀 加上那万已是心毒 洪家那名青年喊得撕心裂肺 声音震天 这让得众人看着都有些头皮发麻 黑暗轮回门门主林青伦 果然凶狠 洪家其他人都快吓尿了 现在 他们只求一死 这些人 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说着 林青伦将那瓶毒液地给了叶宇 叶宇也不含糊 上前几步 将一把匕首取出来 插入了万已是心毒液体当中 然后 叶宇灵力一控制 那匕首飘浮了起来 不 林霄 我求求你 赐我一死 这时 洪家一名青年惊喊了起来 其他人 也纷纷惊惊地大喊了起来 然而 哪里有林霄的回应 反而拿那把匕首 插向了第一个喊话的那名青年 直接插了其某个部位 将来风度偏偏的叶宇 此时也不需要什么正直飘逸的名头了 直接发出了最狠力的攻击 以万已是心毒插入那个部位 这比林青伦一脚踩了还要痛苦 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响了起来 与此同时 林青伦也开始对其他人动手 都是从那个部位开始 一个个用万已是心毒扎了进去 十数人的惨叫之声 让得在场众人都不由一阵发寒 在场的只有那洪家太上长老没有被攻击 因为林青伦两人都知道 武圣境界正万已是心毒 已经无用 洪家一群人惨叫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方才一个个的死去 死相惨不忍睹 洪家太上长老看着心中一阵痛苦 但是面对林霄的命令 也根本不敢有丝毫反抗 被洪家请来的那名七品高级林控师 死前满是怨恨 若不是洪家拉他来东南狱 他也不会死在这里 不会死的这么惨 整个婚宴都变得极为血腥 不过却是这个婚宴最终最为需要的东西 林有血腥便无法洗刷耻辱 你们洪家还有多少人到了这里 待得一群人死后 林霄对着那名洪家太上长老说道 加上两名林控师 就二十五人 我们十五人 来了兰兰帝国 有十人 去了圣元血院 洪家太上长老回答道 我们途中带着上百人队伍 还远没有到这里时 就分散到了各个地方 在进入东南狱之时 赢家家主 还有天机圣地马长老 各自带着我洪家上百人马 从中路两边进入 洪家太上长老把其所知晓的情形 都一一一说了出来 这洪家人马 分散到各处 五圣强者只有四对 但那些人对于东南狱的人来说 都是巨大的威胁 虽然 那些人远没有到达这里 但 若是知道方向 找来的话 对于蓝蓝帝国 对于整个区域 仍旧是一大威胁 当然 林霄也想到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但短时间内 若是没有清缴这些人 林霄都有些不安心地离开 如烟 听得洪家太上长老说完 林霄对着火如烟说了一声 火如烟点点头 直接上前一掌插入洪家太上长老的腹部 疯狂吞噬起鲜血来 洪家太上长老面目争鸣之色 过了一会儿时间 林霄将控炉解除 洪家太上长老完全恢复了自由 脸上露出愤怒和不甘 争鸣地土声道 林霄 对了 忘了告诉你 圣元学院那批人 我们已经全部解决了 还有 你们洪家老祖 也被我杀了 因为他 我才知道你们来了东南域 林霄对着洪家太上长老说道 噗 却还没被吸完 洪家太上长老就吐了一口鲜血 顿时身亡 吸收完了洪家太上长老的血液后 此时的火如烟 脸色突然有了变化 露出了浓浓的湿血之意 嗯 见状 林霄一惊 连忙催动了一股灵力屏障 顿时笼罩在了火如烟的身上 诗 这时 火如烟身上 有一股强大的气息散发了出来 震荡在了林霄催动出的灵力屏障上 很显然 火如烟这次吞噬了六重五圣境界的血液后 又突破了一重五圣境界 从六重五圣 突破到了七重五圣境界 这突破 来得太突然 若不是林霄反应即时 火如烟释放出来的气息 恐怕会波及在场的人群 又突破了 麻痹脸上不由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火如烟的修为 就这样踏入了七重五圣境界 其战力 恐怕都已经达到了九重五圣的地步了吧 旁边的林虎 古轩元都不由露出了羡慕之色 尤其是古轩元 他才六重五皇境界 人家都七重五圣境界了 这根本没法比啊 戴得火如烟完全收敛气息后 林霄方才收起来了灵力屏障 火如烟也长松了一口气 这突破来得太突然 他来不及提醒林霄 还好林霄反应得快 而此时 所有人也是看的一阵心惊 吞噬五圣的血液 然后当场突破 这女子也太厉害了 也不知道 是什么修为 不过看其在笼罩屏障内突破的情形 恐怕不简单 第1868章 云青有重聚 浩炒得好 长面平静了一会之后 突然有人惊喊了起来 福气 敢羞辱无惶 这些人该杀 林霄回来了 林霄回来了 林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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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万人的场面 顿时激动地喊了起来 林霄 曾经兰兰帝国的风云人物 如今 在危急时刻 他又赶回来了 救了他们所有人 林霄 是蓝蓝帝国的英雄 是三大帝国的英雄 无数人崇拜的对象 你们没事吧 在众人的欢呼之中 林霄看向了林青伦 不禁笑了起来 这算是我成婚的最大贺礼了 林青伦那凶煞面旁 也露出了笑容 张开双臂 向林霄抱了过来 拥抱着相互拍了拍肩膀 回国身来 林霄也看向了孟英 笑道 没想到 孟英皇帝 竟然成为了我嫂子 孟英也阳光灿烂的笑了笑 道 庞帝 谢谢你 没想到 你们还能敢回来喝喜酒 玉余也喜笑颜开地道 娟轩也连忙向林霄道谢 恭喜恭喜 林霄也向两人握了握手 而此时 坐在位置上的其余人 都已经是纷纷站起身 向林霄走了过来 林霄的目光 看向了他父亲 此时面对他的父亲 哪怕他知道 是林天叔与林战天 记忆融合 但 面对他父亲 仍旧是觉得 还是他以前的那位父亲 从来没变过一般 父亲 我回来了 林霄对着林战天说道 娇儿 你长大了 林战天也上前 林霄也忍不住上前 与林战天抱在了一起 恐怕 这是他这么多年来 最矫情的一次了 哈哈哈哈 林霄 这喜酒 感到还真是及时 回来的不晚啊 琳琅铁大笑着 向林霄走来 大伯 以后 可就要得抱孙子了 林霄高兴地露着笑容 与林郎铁抱在了一起 林霄 胡悦那个丫头怎么样了 她怎么没有回来 这时 也在现场的林寿城城主 胡悦的父亲胡墨也上前说道 其脸上 挂着担忧 胡城主放心 胡悦他没事 他的实力 比我都还强 不过 他还在闭关 赶不及回来 要不了多久 他会回来看你 林霄笑着说道 实际上 胡墨并不知晓 胡悦前往东大陆的事情 还以为胡悦跟着林霄几人一起去了中州 见得林霄的笑容 也没有像装出来的样子 胡墨这才放下心来 哪怕胡悦没有林霄强 以林霄的性格 也定然不会让胡悦出事了 然后 一旋风 梦喜太后 云风 周末日 文人梁等一群人 接连与林霄拥抱 或者握手相互拍肩膀 多年未见 这个时候 个个难免激动不已 旁边的火如烟等人 看着林霄发自内心高兴的样子 也为林霄感到欣慰 而在人群中 一个人 双目已经湿润了 眼中露出了泪花 不过 他没有急着上前跟林霄打招呼 而是一直盯着那伟岸的身影 他的内心 已是十分的满足 他很想一直就这样看着林霄 他 便是乌杀 六七年了 终于 再次见到他了 林霄 带得一群人都和林霄亲近后 乌杀这才催散了泪花 忍着泪水 上前对着林霄打招呼 好久不见 你的灵力进步了不少 林霄笑看向了乌杀 说道 乌杀忍不住 上前抱向了林霄 林霄也与乌杀抱在了一起 上次离开之前 他便是知道 乌杀对自己有意 他对乌杀 内心也充满了愧疚 曾经 乌杀为了救他遭受重创 乌杀的爷爷乌蒙更是被当场被杀 如今 也不知道 乌杀是不是 在等自己了 两人抱了很久 林霄有两次要放开 乌杀还抱着 抱了好长一段时间后 最后乌杀才放开 咬着嘴唇 脸上挂着笑容 心中忍着泪水 各位 继续 吃好喝好 桌上的美酒 可别浪费了 这时 林清伦对着大家喊了起来 发生了洪家威胁 然后被除掉的插曲 本来拘谨的众人 都开始放了开来 狂吃狂喝了起来 林霄也与众人大饮 直至 穆缩降临之时 方才把林清伦等两对新人 送入了洞房 当然 以林霄现在的实力 想要喝醉 那是不可能的了 随后 林霄与林家众人回到天玄宗后山 林家的心旨 然后单独找上了他的父亲 月光下 望着那带着慈爱 又略带着沧桑的熟悉面旁 林霄如实地开口说道 父亲 天机阵魔塔第六层 我打进去了 我没有找到母亲 林战天深吸了一口气 白天的时候林霄没有说 他已经早有预料 现在亲耳听到 还是有些莫名的难过 抬头看向了中中方向的夜空 过了许久 他才回过头来 道 这 便是我们的命吧 你能够达到如今的程度 他应该会很满足了 林霄点了点头 关于他母亲 没在天机阵魔塔的事情 他没有多说 当然 林霄也将霄家劳族等人布局 乃至各大家族 被他覆灭的事情 也都跟林战天说了一番 夜色下 两人也聊了许久的时间 最后 林霄方才将他父亲送回房间内 将父亲送回后 林霄向外飞掠了出来 挤入到了一座不远处的山上 此时 这座山上 坐着一个青年男子 这青年男子 跟林霄的年纪相仿 其面旁 一副病态的苍白 有些像死人一般 此人 赫然正是林遮天 林霄也在与他父亲见面的时候 对方才出现 让他感应道 为什么不跟他见面 林霄对着林遮天问道 林遮天能够出现在这里 很显然 林遮天已经知道了他父亲 林战天和林天叔的事情 娇晨在前往藏宗之时 将事情告诉藏宗宗主 藏宗宗主 肯定也将事情告诉了林遮天 见了又能怎么样 这样 不挺好吗 林遮天悠悠地道 林霄深吸了一口气 他顿时都不知道 对于林遮天和他父亲来说 怎么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白天 我感应到那股危险气息 是你吧 林霄不由问道 第1869章再次离开 林遮天点了点头 道 赢家家主 天机圣地长老 还有进入东南域那片区域的其他大陆人马 全部死了 死在了藏宗手中 今日 哪怕你不来 他们不会有事 你尽管放心去做吧 以后 这片区域 便由我守护 文言 林霄深吸了一口气 看来 是他太过担心了 今日哪怕他们没有及时赶到 他父亲 他林家 在场的人 也不会有事 林遮天 一直在暗中 你的修为 到了什么境界 林霄也好奇地问道 他离开东南域的时候 林遮天才有多少修为 连武皇都不到 如今六七年过去 林遮天的实力 就变得这么可怕了吗 六重五胜的洪家太上长老都不是对手 而哪怕是拥有半部五地战力的他 都会隐隐生出那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我的修为 不好界定 不过 战力 应该不下于你 林遮天说到 将来 有机会的话 或许 你可以去真正的藏宗看一看 林霄心头震惊 不下于他 难道林遮天的实力 也到半部五地的地步了吗 还是 林遮天只认为了 他在其他级别的战力 你确定 林霄本不该问 但实在好奇地道 八品终极灵力 半部五地战力 四重五胜 小雷劫五胜战力 我没猜错吧 林遮天道 师 林霄倒吸了一口凉气 林遮天果然知道 也就是说 如今的林遮天 已经拥有了 半部五地的战力 这进步 也太可怕了吧 藏宗那里 到底有什么 当然 过多的话 林霄也没有问 他来了 你好好跟他聊聊吧 这时 林遮天身形一闪 犹如顺鱼一般 瞬间就消失在了 这座山上 不远处 一道白群女孩 朝着这边飞掠了过来 林霄 来人 赫然正是乌沙 回过身来 林霄也微微诧异 乌沙 这么多年不见 我 我想跟你说说话 乌沙说道 好 林霄也点了点头 然后 两人就在山上 聊了一夜 林霄将中州大陆 各种精彩的经历 都逐一地说给了乌沙 对于乌沙 其实 林霄也不知道 如何面对 这一夜 两人直接聊到了天亮 次日 林霄将各种丹药 都交给了林战天 还有林清伦 以及他所熟悉的人 这些丹药 是他从林池岛 林控师那里 收集过来的低品丹药 除了分给圣元学院外 其余的 林霄全部拿了出来 有了这些丹药 三大帝国的整体战力 都不知道会增加上多少 而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 林霄除了在兰兰帝国各个势力走动 逐一拜访各位亲朋友好友之外 还将手中那些尸体 都炼制成战斗骷髅 全部分配了林家 还有兰兰帝国各势力 其中 九重五圣战斗骷髅 就有好几具 还有一大堆五圣战斗骷髅 哪怕有人闯来这里 哪怕没有林遮天 若非入截五圣 恐怕都会陨落在这里 林霄除了陪伴家人朋友之外 又举兰兰帝国之力 将所有药材取来 林霄批量炼丹 炼制了大量的丹药 将其分给了各大势力 由各大势力流着 培养低修为的青年一代 总共 待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 林霄方才准备返回中州 毕竟 中州昆虚那大机缘 当时虽说可能有一年半载 才会开启 但谁也不确定 会不会提前开启 而且 他们回去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距离半年时间也不远 也得回去准备一番 最主要是 命运神殿左护法 可能伤势会恢复过来 对于林池岛林家妖念们 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还有佛子 谁也不知道 那佛子会不会趁机攻击林池岛 当然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 林霄哪怕没有拼命修炼 没有炼化高品丹药 但在与亲友重聚 身心顺畅之下 也突破了一重修为 从四重五胜 突破到了五重五胜境界 而林霄的原力战力 赫然也达到了大雷节五胜的地步 这一日 一大早 各方势力的主要人马 都骑骑到了天玄宗后山位置 为林霄送行 林战天 琳朗铁 林青伦 林家上下 铁帮 孟英 孟喜太后 孟盛 烽火 夜雨 萱萱 周末日 周雄 湖墨 一旋风 乐阵红毛 司徒光 文仁良 杭破 乌纱 一道道熟悉的面孔 都出现在了林霄五人的眼前 各位 我还会回来的 忽念 望着一道道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 林霄对着所有人作医 行了各大礼 林霄 乌纱站了起来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 却没有说出口 只是说道 你多保重 保重 我们等你回来 其他人也纷纷道 林霄重重点了点头 道 保重 说吧 林霄便是席卷着火如烟灵虎四人 向天际暴掠而去 几乎如同顺鱼一般 刹那之间 便是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 乌纱内心 顿时有种落空的感觉 所有人 都有种浓浓的不舍 飞跃而去的林霄 也满是不舍 不过 再不舍 总归 还是要出去的 途中 林霄带着四人 去了一趟圣元学院 也与副院长 王翁等人聚了聚 而后 五人便直接动用拜占台 直接返回中州了 本来林霄还打算让马币带着一群人前去东南域 林家 紫家等位置 但林虎因为断臂的原因 不愿回林家 而且中州也有藏宗解决了 林霄也便没有返回东南域那片区域 直接便是朝着中州前行 莫约一个多月的时间 林霄几人 再次出现在了中州的位置 这一次 马币计算 还算没有太离谱 仅是再次催动了一次的拜占台 林霄几人 便是返回到了林池岛 林霄 你们终于回来了 出大动静了 这时 副岛主几人 一见林霄回来 便匆匆上前说道 林霄眉头一跳 惊道 出了什么事 第1870章命运神殿左护法 昆虚出大动静了 安妙 西门浩月 周窃几人 已经前去了昆虚 各路人马都开始聚集昆虚 副岛主说道 昆虚出了大变动 林霄一惊 他们出去还没半年了 就开始出现了大变动了 希望 还能够赶得及 林霄不由说道 昆虚的机缘 要说不心动是不可能的 这些十日以来 没有人来攻击林池岛吧 林霄又问了一声 小势力有来试探的 大势力道没有 副岛主回答道 林霄点了点头 此时 楚小夕等人 也已经纷纷前来 林霄看了 看楚小夕 如今已经完全恢复 便没有再担心 而后 便是带着马币 火如烟 一同前往了昆虚 至于林虎和谷轩辕 便让他们留在了林池岛 两人的实力 完全凑不上热闹 数日后 昆虚山脉位置 林霄三人 远远便是见到 在昆虚山脉的虚空中 有一条剧烈的雾线 雾线在发着赤裂的响声 冒着滚滚迷雾 而在雾线的上方天空 时死时红 异象分成 仿佛整片区域 有虚空马上就要裂开来一般 而那冒出滚滚雾气的雾线 也有强弱之分 越是靠近北边方向 充斥越强烈 林霄席卷火如烟马币两人 向前边方向前行 一日之后 三人便是来到了雾琴 冒出最为激烈的位置 而此时 这个位置 已然聚集了大量的人马 周切 安妙 西门浩月 拓跋义 宇济墨 齐木白 追虚剑派等 东大陆的人马聚集在了一起 除此之外 还有修罗屠夫等屠夫们的人 也跟他们聚集在了一处 其他位置 有西大陆佛子与三大佛门 甚至还有佛门之外的人 聚集在了一起 人数足有两三千人 而另一个位置 则是大量的南大陆兽族人马 比之西大陆聚集在一起的人还要多 这是主要聚集的人马 其他位置 也有不少扎堆的人群 只不过 没有这三方人马庞大 聚集到此地的人数 恐怕都有上万人 很显然 昆虚最大的机缘 马上就要开启了 而在这些人群中 林霄也并没有发现 命运神殿的人马 当即 林霄直接飞跃而出 冲入到了安妙等人所在的人群中 林霄 你们回来了 见得林霄几人出现 安妙等一群人 皆兴奋了起来 林霄回归 那这昆虚一动 他们就大大增加了获得机缘的可能 而此时 对面的佛子等人 乃至右手侧方向的南大陆兽族人马 都纷纷促起了眉头 妖念门林霄这时候赶来了 林霄之名 在场之人 无不知晓 尤其是林霄与佛子抗衡的消息传出来以后 佛子拥有半部武帝实力 而林霄原灵力加起来 竟然也有了抗衡半部武帝的实力 在场的 除了佛子 接近半部武帝战力的修罗屠夫 现在又出现了个林霄 而他们也都知道 背后 可能还有南木林 还有那个鬼女 这竞争 又变得更加激烈了 林兄 好久不见 手持折扇 风度翩翩的 齐木白对着林霄开口道 林霄 你可还认得老娘 这时 齐木白旁边 一个十三四年纪 圆嘟嘟的女孩子说道 这女孩身穿白裙 脸上是又白又肉 还长着一幅长耳 双目非常明亮 显得极为可爱的的可爱 额 林霄愣了愣 这女孩是谁 她好像 也没啥印象 额 等一下 跟齐木白在一起 又是这幅模样 一开口就是娇娘 莫非 是胡悦的火灵兔 火灵兔 林霄试探着开口道 还算你还记得老娘 不然老娘揍你 火灵兔捏了捏肉嘟嘟的拳头 对着林霄说道 之前 她还想揍一次来着 结果知道林霄连半部武帝都能打了 就放弃了揍林霄的想法 连半部武帝都能打 她还揍个屁啊 额 林霄愣愣的笑了笑 这小家伙 果然是被胡悦带坏了 小小年纪 就开口闭口老娘了 揪罗屠夫的兄弟 林霄 果然英雄出少年啊 揪罗屠夫旁边 一个蓬头散白发的老者爽朗的说道 林霄也已经叹得 这老者身上 隐隐弥漫着强大的气息 那气息 都达到了大雷劫武圣的地步 这是我屠夫门的门主侯阔 我加入了屠夫门 揪罗屠夫在旁介绍道 原来是侯门主 信慧 林霄也招呼道 而正在林霄与一群人交流之时 对面西大陆人群那边 尤其是南佛门的人 都冷冷地盯视着林霄和马逼几人 上一次 他们就是被林霄一群人打劫的 连储物界都没剩下 现在 他们恨不得冲上去 把东西给抢回来 这昆虚意向变动 有多久了 林霄向修罗屠夫问道 已有半个多月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在这几日内 昆虚背后真正的机缘 就会出现 修罗屠夫说道 看来 还算来的是时候 林霄感叹道 林霄 我们等你很久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道苍老的声音 忽然在虚空响了起来 让得在场之人 心头都纷纷震动 而紧接着 一股恐怖的气息 扑天盖地而来 有一道身影 犹如顺鱼一般 顿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近前 这是一名身穿白金纹黄袍的老者 头戴皇冠 面容苍老 显得极为老态 不过 这老者身上 浩荡着恐怖的半部武帝威压 令得在场的众人 都有种心神颤动的感觉 又来了一名半部武帝 众人心中暗暗叹道 而知道此人来找林霄的 一群人又露出了看戏的模样 佛子还没有动手 这名半部武帝就找上林霄了 这下 屠夫们 妖念门林池岛 以及东大陆那群人马 有麻烦了 听富岛主所描述 此人 应该就是命运神殿左护法 此时 西门号月神色凝重的对着林霄说道 林霄也醋了醋眉 命运神殿左护法 果然是伤势痊愈 前来昆虚找他麻烦了 而听得对方所说 似乎在等他出现 此时 那老者目光在周围人群扫了扫 声音淡漠地道 无关人等 请速速离开 否则 生死自负 文言 本来打算看戏的众人 都纷纷皱起了眉头 这是打算再赶他们离开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